这个男人要去相亲见面 谁真想刚一出门就听见了乌鸦叫声 还从天上落下了一坨凹力给 然而刘备却没把鸭粪当回事 带着赵云和几个亲兵就去了相亲现场 此刻孙权早已在门前等着刘备 在两人寒暄了几句后 就一同进入了甘露寺中 这一次相亲由吴国泰主持 他要为自己的女儿孙小妹亲自把关 却在看到气宇轩昂的刘备后 让手挂多年的他看得直点头 眼神的表情表露无遗 于是开始夸赞起了自己女婿 而躲在脸后的孙小妹 看到母亲都如此的欣赏刘备 自己心里也对这个大自己三十岁的男人 开始有了一丝的转变 在见面之前还觉得刘备是个糟老头子 今日一见才发现 刘备虽然戎马半生 但脸上不见皱纹 腹中也不见坠肉 就连头发都乌黑发亮 看起来就像是三十几岁 可惜却有一个从来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早就安排了一队士兵 在屋外准备沉沉欲动了 这让有着顺方耳的赵云听到刀剑声后 身为贴身保镖的他 急忙地站在了刘备一旁 接着赵云当场指责孙权 吴侯 你既让我主公来相亲 为何伏兵一两相 在赵云揭穿东吴某人 要杀刘备的尴尬后 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的刘备 在面对刀剑与美人在侧的情形下 只见他起身跪于堂下 对着吴国泰一拱手后 开始了他的演讲 气得吴国泰转头 质问起了儿子孙权 而一向甩锅的孙权 却表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立马就叫来了负责安保的将领 就在将领要说出幕后主使时 一旁的吕蒙直接上前一步 主动背起了这口黑锅 我要为在南郡阵亡的弟兄们复权 说完就拔出宝剑 砍向了刘备 关键时刻 赵云拔出青钢剑 一剑斩断了吕蒙的宝剑 而此刻的孙权更是火冒三丈 面对这个目无主攻 对周云马首是瞻的吕蒙 直接下了斩首的命令 却在这时有一人开口了 无好且慢 接着刘备起身对孙权 一拱手表示 今日是喜庆之日 斩将于亲不利 老实的刘备 当着众人的面 主动承认自己取经相 确实不够厚道 可他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 因为他身上流着汉高祖的血 他此生的志向 就是灭掉曹操 忠心汉业 这一伟大的报复说完 让躲在幕后的孙小妹 渐渐的被刘备给吸引住了 故自觉的沉浸在了刘备的演讲中 而此时的刘备越说越激动 将自己占领荆州 说成了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要知道 在三国时代 这个大家族统治的世界里 没有人比知习伴侣的刘备 谈梦想更有感染力 接着刘备最后来了个演讲总监 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 如果刘备侥幸成功 比谢家还下 归于桑田 永不为官 这一期话说完 成功的给丈母娘吴国泰洗了脑 接着再次卖残表示 自己今年已经48岁了 也没有几年可以征战的了 恳请他们给自己苟活的时间 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虽说他老了 但万一梦想实现了呢 而在一旁的孙小妹 本就练父情节的他 已然顽脸惺惺的 将刘备当成了永远的身 却在此时 看着火候差不多的刘备 转身拔出了赵羽的青钢剑 递给了吕蒙 表示自己如果是说的瞎话 就让吕蒙当着众人杀了他 随即重新跪在地上 引颈带路 就在孙权不知如何收场时 吕蒙却手持宝剑 紧揍着眉兔走向前 拿起青钢剑 就要砍了刘备脑袋 却突然听到了 欲笑之声响起 犹豫了一下 还是要杀刘备 结果被赵羽 飞起一脚 踹在吕蒙手腕上 瞬间青钢剑凝空飞起 让赵羽稳稳接住 其实在相亲之前 吴国泰嘱咐孙小妹 如果相中了刘备 就吹笑表示同意 以此愿意跟刘备成亲 这下吕蒙终于意识到 这几个人在合伙耍自己 现在知道 再这么闹下去 自己的脑袋 就要挂在旗杆上了 只能一甩披风 气鼓鼓地转身离开 至此 刘备才松了一口气 有惊无险地 完成了这场相亲考验 在甘露寺前 正打算离开时 忽然看见江边 有一块巨石 刘备兴直勃勃地 要来他的双骨剑 拿着宝剑走过去 对着石头 暗暗地许现了一个愿望 随后一剑劈了下去 巨石给劈成了两半 而看到这一幕的孙权 处于好奇的他 便询问起刘备 为何对这一块石头撒起 结果刘备的瞎话 张口就来 这让好玩的孙权 也来了兴趣 当着众人许下心愿 我也问天买光 若能破得曹贼 一段姿势 当即取出 自己不知名的宝剑 走向巨石 心中想了半天 却默念的是 巨石同样也被切成了两半 由此可见 封剑王侯从来不讲道理 说什么除贼心汉 心中想的却都是自己的王霸之夜 就此孙权和刘备 暂时许愿的典故 也流传下来 那么刘备结婚当天 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作为倒叉门的刘备 又过上什么日子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懂了 会一直与你相伴